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义士 我是余正 OK 那这一集我觉得就直接来谈 我觉得最近我在上礼拜的时候 是礼拜几的时候 我在Facebookpo了一篇walkout 整个是流量整个爆炸的一篇文章 那这一篇文章 它的这个流量算是我有史以来 Facebook的粉砖的这个流量 来到最高的一次 那当然也有这个新闻媒体去做 算是分享嘛 那有一些流量比较高的这些粉砖去做分享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整个流量会爆炸的主因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个消息这个新闻真的是还挺爆炸的 对于台湾对于世界 因为毕竟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大作嘛 也就是陈蔡明买了这一件 目前最贵的David Hockney 那David Hockney也是目前在世 最昂贵的一位艺术家之一了 那他当然也是目前在整个算是 在是艺术家当中 数一数二有名的这个艺术家嘛 那目前他最贵的一件作品叫做 《艺术家肖像泳池与两人像》 那这一件作品在2018年的时候 于迦士德拍卖拍出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成绩 大约是台币27.3亿 那那时候2018年成交的时候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买家都还是 不知道到底是谁到底是谁买走了 但是在近日啊 这个国际基金会在他们IG上面才公开表示说 这一件作品未来会在泰德美术馆做展览啦 那其实也就代表说 这一件作品是由国际基金会所拥有嘛 那也就是这个国际基金会的董事长啊 就是国际集团 陈泰明啊 这一位非常厉害的企业家跟收藏家所 啊在2018年所购入的啊 好那在讨论陈泰明国际基金会 他们买这一件作品之前呢 啊我想要在前面大概跟大家了解一下说 David Hockney大概是怎样子的艺术家 然后这一件作品他到底是怎样子生成 怎样子创作出来的啊 啊因为毕竟啊 我觉得在整个节目当中 也不是说单纯的只谈市场而已嘛 那这些艺术的背后的故事 它的历史跟它的脉络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跟大家做介绍的啊 为什么这一件作品会成为目前 再次艺术家最贵的一件艺术品之一 那为什么David Hockney也会成为 目前再次艺术家最贵的艺术家之一啦 好那我们直接从David Hockney 这一位艺术家讲起好了 David Hockney他生于1937年 目前已经86岁了 算是非常非常高龄 那他生于英国是一位英国画家 他大概在1957到1959年的时候 进入了伦敦皇家艺术学院 跟切尔西艺术与设计学院啊 就读啦 那他在1966年的时候曾经在克斯明画廊举办个人的画展 也就是他的个展啦 那他的作品就非常直接表明的表现出来说 他就是一个gay 他就是一个同志 虽然我们目前看来欧美国家他们对于这种性向的议题 可能会相对开放许多啦 但是其实在David Hockney那个年代那时候 1966年他第一次举办个展的那一个年代 其实在英国都还是相对保守的一个年代 但是David Hockney他也算是非常勇于的表现自己跟表现自我 很公开的就是也表达自己的性向 在他很早期的时候 所以算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物啊 这次就已经不限于他是艺术家了 就是他光有办法去勇敢表现出自己的性向 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勇敢的人类 在那一个啊 民风相对保守的年代 所以目前我们要看到当代艺术家在世的艺术家 我们可以讲到这个LGBTQ的这些先驱艺术家的话 我相信大家第一个提到的应该都是David Hockney 那David Hockney他的画风会比较偏向于 应该就是直接说啦 他的画风就是普普艺术pop art 也有人说波普艺术 那pop art就是在1960年代 算是一个英国的艺术评论家 Lawrence L.Way所提出的一个名词 就叫做pop art 他就是盖揽了整个一个算是 比较流行文化的一个艺术表现形式 所以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啦 那时候的pop art 整个在欧美国家 应该说英美两国最先开始大流行 那时候这些的艺术家 他们选择pop art 等于是说他们摒弃了传统的艺术 跟解开了这个抽象表现主义的这种泛滥形式 因为其实那时候 传统艺术早就已经没落了嘛 然后再延续到印象派 印象派再延续到这个抽象表现主义 那抽象表现主义 其实也已经早在英美这两个国家 已经算是做得非常非常多了之后 再延续到这个pop art开始接手 那pop art的代表人物 有谁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讲出一个名字 就是Andy Warhol 他目前基本上可以算是pop art的代名词啊 那当然除了Andy Warhol之外 我觉得目前为止非常知名的 有Yayoi Kusama 草坚弥生其实也是这个pop art的一个非常的大腕啊 当然他目前还在是 当然另外一个就是目前我们今天要谈的David Hockney 他也是在这个pop art里面的翘楚中的翘楚 David Hockney他不只有作画 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位摄影师 也是一位舞台设计师 也是因为他这样子多重的这种创作身份啊 其实都是以艺术家的身份下去做的嘛 当然有些是设计师 或者是摄影师 都是师自辈的 但也是因为这些的身份 让他的创作媒材可以源源不绝 他就可以在各种创作媒材跳来跳去 就是我们原本知道这个艺术创作媒材 包括什么油画啊 水彩啊 压颗粒啊 摄影啊 或者是印刷版画 这就是属于原本啊 大家既定印象的这些艺术创作形式跟美材嘛 但是我个人觉得David Hockney 他最屌的地方就是 他在创作方法都能够与时俱进 虽然他现在已经86岁了 从他小时候 其实当时的这个整个电子产品 都还不是非常兴盛的情况下 到现在他86岁 其实还能动 还能画 还能提起手 去做画的这个情况下 他都还是持续的在用iPad 这种电汇设备去做他的画 去持续在做创作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能量 艺术创作能量非常满的一个艺术家 跟非常满的一个人 而且重点是他非常愿意与时俱进 他不会因为说 现在的科技跟他以前小时候 所做的这些绘画的这些基本功 跟这些教学 或是他原本的这些原本的既定印象 是完全不同了 他就摒弃这些新的物件跟新的科技 他反而是比许许多多的 不管是年轻艺术家或是创作者 更愿意去接纳这些新的东西 所以其实你看David Hockney 他每个创作时期 从小他到中年到现在老年 他的创作风格跟一些创作手法 其实一直在做改变 一直在与时俱进 一直的突破着自己 这其实就完全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历史留名的艺术家的一个 算是该有的应有的脉络 我觉得非常厉害的艺术家 伟大艺术家他只要活得够长的话 其实是一直推翻自己前面的创作 比方说像是皮卡索 他就有很多个时期 像是张大千也是活得过久 他也是有非常多个时期 其实这种很顶级很厉害的艺术家 像David Hockney也是 他们都会一直不断地突破自己 一直没有办法安于现状 他们虽然某一个时期 他们已经做到非常厉害 他们可能很早期就已经成名了 像皮卡索 他很早期就已经在传统绘画上面 已经画得非常厉害了 但是他也是不安于现状 不安于现状当一个画家 他持续地一直在推翻自己 一直在算是独孤求败之后 在创新出来 另外一个新的风格 另外一个新的东西 然后不断地去突破自己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伟大画家 应该有的算是基本的水准 当然前提是你活得够久 比方说你像是范骨那种的话 他才活那么一短的时间 他就像一颗流星 所以他活得时间不久的情况下 他也很难地一直去突破自己 我就说活得够久的这些伟大的画家 他通常会有非常多个时期 去辨识说他有没有去推翻他前一个时期 他有没有持续地进步 其实讲到这个我就想要岔开话题一下 这个让我想到 就觉得前阵子在IG Po了一篇文章 他是拍这个算是皮卡丑的一件作品 然后他文字写这样子 他是说有些艺术家一辈子都在求新求变 有些人不变应万变 请问如果已经第一名的人要怎么变 反正他的意思是说 其实有很多艺术家 他可能基本上他已经是第一名了 他不一定需要改变 我觉得有时候会很认同 但是我个人认为如果以艺术家来说 就是他拍的这一张作品的皮卡丑的这一位艺术家来说 皮卡丑他基本上是出了名的持续在改变 持续有各种时期的艺术家 那已经第一名了要怎么变 这部分其实我没有那么认同 当然我还是前提是说 周杰伦他真的是目前我觉得华人 以亚洲人来说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 我觉得绝对是无庸置疑的 非常非常厉害 我也非常喜欢他的歌 但是他说这个已经第一名该怎么变的 如果套用在艺术家身上的话 比方说套用在他po的皮卡丑身上 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认同 因为皮卡丑他是一直在球星球变的 比方说我们套用到目前 在世艺术家最厉害的 最屌的之一的艺术家 David Hockney 他也是一直在球星球变 我觉得这种很伟大的艺术家 大部分他活了过久的话 他一直就算他是第一名的 当时皮卡丑也已经是第一名了 现在David Hockney也已经是第一名了 但是他们还是持续在球星球变 这也是造就为什么他们能一直维持在 伟大的化学 他一直维持在第一名的原因 我还是强调 我不是要否定周杰伦 我只是否定他这一句话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算是 我自己小不认同 当然这是见仁见智 如果各方有任何高见 也都欢迎来指教 不过就是友善的交流 但是反正我就觉得周杰伦 他当然就是一位伟大的音乐人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我甚至称他为艺术家 因为我觉得他的歌真的屌啦 但是当然现在可能有一些老歌迷 也都会吐槽说 歌都没有什么变啊 歌都还是老样子 只能卖情怀啊 当然这部分的酸言酸语啊 酸民流的这些言论 我当然也不会去认同啦 因为以个人来说 我觉得周杰伦他现在的歌 你说求新求变或是怎么样 我觉得在艺术家 因为你要想 周杰伦他是一个艺术家 你在艺术家的创作上就是 我觉得他每一个时期 每一张专辑 你就可以把它算成每一个时期 每一张专辑确实 可能都会有改变啊 可能改变很大幅 改变得很小幅 但是我相信周杰伦 他只要持续地做创作 他可能在未来也会继续地在做 更新的突破 或是更大的突破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就是一位艺术家 当然你在每一张专辑 很短很短这样看的话 我们比较短这样看的话 可能不一定可以看得很出来说 他每一张专辑的那种不一样的风格 但是比较说 很早期到现在很晚期 现在很晚期 开始就很多粉红泡泡出现了 我觉得其实很多他的创作者 他的创作都会反映到他的生活 现在周杰伦生活就很美满 他的重心应该大部分都是放在家庭上面 所以他的创作量能跟他的创作风格 可能都会比较偏向 我觉得比较偏向粉红泡泡的感觉 因为小朋友 其实也都还小嘛 那种天伦伦之乐的感觉 其实你现在听周杰伦的歌 都会听得非常地开心 非常地愉悦 这是我觉得目前周杰伦他的歌 反映在他的这个人生上面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 非常好的这个算是影响 跟他的人设基本上是完全吻合的 那我觉得这就符合艺术家创作的特质 所以我才说艺术家 周杰伦他就是一个艺术家 那你要说就一张专辑 比方说你最新的专辑 跟他早期的专辑对比的话 我就觉得那个 我觉得不太对 因为比方说像皮卡丑 他当然也有比较 世人比较认为比较好的时期 跟世人后世认为比较差的时期 那你不能说 比较差的时期 去跟他比较好的时期的比 我觉得那其实不太公平 因为艺术家他就是 他的创作很常去反映他的人生 他当时的这个创作 创作脉络跟他当时的人生境遇 我觉得都会反映出来 所以我觉得以周杰伦的地位 基本上我就说他是一位艺术家 其实你可以比对着去看这些伟大的艺术家 比对着看 我觉得周杰伦真的是在那一条路上 好啦那话题扯得有点远 我们还是把话题拉回来 David Hockney这位艺术家 那在Hockney这位艺术家 他的作品基本上就是现在 在全世界各大美术馆跟国力的博物馆 基本上都会在做收藏嘛 那他的作品先后再比方说 龐碧度美术馆啊 或是纽约的大都会美术馆啊 或者是这个伦敦的TED 泰德美术馆这些 其实都有在做这个巡回的演出啦 那像这个在2017年伦敦的这个TED美术馆 在展出David Hockney的回顾展 也吸引了将近50万人次的入场啊 那TED美术馆他们是说啦 这个人次算是他们有时以来啊 观展人次跟进场人次最多的一个展览 史无前例 所以其实到现在David Hockney 也一直被称之为在世还活着的当代艺术家 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家之一啦 那我觉得讲之一有一点算是谦虚了 那以David Hockney他的影响力的话 我觉得应该算是数一数二了 那当然啊 目前我们亚洲区啊 比较大家熟悉的可能就是 Yayui Kusama 草坚弥生 又或者是在德国非常知名的抽象画家 可他的里希特 也都是非常有影响力 非常知名的20世纪 目前都还在世的当代艺术家 那我也没有要去分 孰高孰低孰幼孰烈 反正这三位我觉得都是目前在世当代 非常厉害的艺术家之一 那David Hockney 他的这个画的价格啊 算是三位里面最贵的啦 好那其实我们简单的介绍完 David Hockney这一位艺术家之后 我们当然要介绍一下这一次 算是非常轰动的这一件作品嘛 他叫做艺术家肖像 泳池与两人像 这一件作品是David Hockney 在1972年所创作的 压科力彩画部 那他的尺寸非常大哦 是213.5乘上305公分 当年是在2018年的11月15日 在纽约的家世德所拍出的一个 超级天价记录27.3亿 大约是这样子台币的金额 那也是目前在世艺术家最贵的作品之一 为什么要讲之一呢 其实这个数据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因为其实在目前世界天价艺术品排行榜 在拍卖排行榜上面 就是我们不分在世 或是已经离世的艺术家当中 这些天价艺术品 单个艺术品下去看的话 这一件作品David Hockney的 这个艺术家肖像 泳池的这一个作品呢 是排在第30名的 但其实在第29名 是另外一位在世艺术家 Jeff Queens的兔子 那这一件兔子 他当时的算是成交价格 来到了28亿 大约是台币这个金额 那这一件兔子是在2019年的 加世德纽约所拍出的 其实是大概晚了 David Hockney这一件作品 半年的时间 那我为什么会说 David Hockney算是 这一件作品算是在世艺术家的 艺术品最贵的之一 是因为我觉得两件作品 为什么Jeff Queens他会高 这一件David Hockney的作品 会比较高的原因 是因为 大家都知道拍卖公司 他们会收拍卖的佣金 其实在David Hockney这一件作品 跟Jeff Queens这一件作品 他们两件作品的落锤架 是相同的 不过因为David Hockney 他这一件作品是在2018年拍的 是比Jeff Queens 早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所以当时加世德他的佣金 都还是以这样子的估价 来说都还是12.9% 但是来到了Jeff Queens 到了2019年的时候 佣金上涨了 他来到13.8% 所以两件虽然他们落锤架 是相同的 但是Jeff Queens他的成交价 就是硬生生的 比David Hockney的作品 来了多1%的这个价格 多1%的成交价 最主要的差距就是在佣金 那我觉得正常来说 你扣掉佣金的话 两件作品是并列在世 艺术家最贵的作品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在市场上说 这个Jeff Queens的作品 是在世艺术家最贵的 有些人说是David Hockney的这一件 艺术家肖像是 在世艺术家最贵的 其实两个都没错 最主要他们差别就是在佣金 因为两个算是 如果以落锤架来说 都是并列 在世艺术家最贵的作品 错的是什么 错的是佳士德 他的佣金涨太多了 突然雄雄涨一趴 让大家有错误的计算方式 但其实来说 我觉得也不是说 孰高孰低孰优孰烈 其实David Hockney跟Jeff Queens 两个算是并列了 当然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说 Jeff Queens他那个吵得太凶了 当然以我个人的审美 我也觉得Jeff Queens 他那个吵的几率是相对大 当然每一位艺术家 其实都有吵的特性 可是以Jeff Queens 他的历史性跟艺术性 我觉得硬要跟David Hockney 去做比对的话 我认为还是有一段差距 不过这是个人的认为 我还是强调 这是个人的认为 我不是说Jeff Queens 真的就比较差 我只是说 个人认为David Hockney 他的历史性跟艺术性 在我的角度来看 在我的观点来看 我就是觉得 他比Jeff Queens来得还要高 我还是强调 这是个人观点 这是个人观点 不是说他就确定是这样子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观点 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 我觉得是非常认同你 那你觉得Jeff Queens比较屌 那你就是对的 我觉得这都是 不一样的观点 那大家就是容忍 各方的观点 我觉得都是好事 好那厘清了 现在再是艺术家 最贵的作品之后 那我们当然就要来讨论 今天的主角艺术家肖像 永迟与两个人像 其实这件作品 算是有两段的创作故事 第一段故事是发生在 1971年的时候 当时David Hockney 在他的工作室的地上 算是不经意的 摆放了两张 他拍摄的摄影照片 一张是由一位 算是游泳者 他在游泳池底下游泳 然后水花剑起的照片 那另外一张是 一位男子 他穿着粉红色西装外套 凝视着地板的照片 那他当时看到这两个照片的时候 他就起心动念 想要创作 把两个照片融合的这个想法 因为其实两个照片 算是风格迥异 那把它摆在一起的话 好像还挺屌的 所以那时候 David Hockney 就开始着手动笔 但是在经过几个月的创作之后 David Hockney 他一直觉得这件作品 没有达到他应该要有的效果 所以在1971年这时候 最终David Hockney 是把这些作品做销毁的 但是时间来到1972年的4月 当时他决定去纽约的画廊 举办展览 那也是在举办这个展览之前 他就想到 他有这个想法 他应该要在去纽约展览之前 把这一件作品重新的再制作出来 重新的再绘画出来 重新的把这个概念做呈现 所以呢 在他正要去纽约的四周之前 那David Hockney 才开始在着手创作这一幅作品 那David Hockney 他的创作比较特别 他不是那种写声型的创作 他都不是在现场创作 他通常都是在定点拍完照之后 把这些照片拿回去工作室 然后再从这些照片 吸取灵感去创作他的作品 所以呢 在决定要去这个纽约的画廊 做展览之后 David Hockney 他就马上前去了 这个位于圣特佩罗外的一个别墅 他在那边 其实有一个非常田园般氛围的泳池环境 那他当时就邀请了 他的一些助手 跟朋友作为主角 再加上他当时使用的这个相机 拍了这个非常多的照片 数以百张的照片之后 返回到了这个伦敦的工作室 然后开始在墙上 整理这些在泳池盼的照片 那除了这些泳池盼的照片之外 还有他前任男友 彼得施莱辛格 在伦敦肯兴顿花园所拍摄的照片 当时他的前男友穿着一个本红色外套的一系列的拍摄照片 当时是由David Hockney帮他拍的 那他把这两组照片混合 然后创作出来这一幅伟大的剧作 那当时其实他是连续两个星期 每天工作18个小时 才把这一幅剧作创作出来 他就说 我必须承认我十分享受创作此画的过程 充斥着强烈情感的工作 整个过程十分美妙 令人兴奋 其实最主要 就是一方面也是 他当时在创作这一系列泳池盼的作品 再加上 其实这一件作品跟他的前任男友前任情人 是有瓜葛的 所以其实作品当中也是散发着强烈的情感 那当然这是他创作这一幅作品的其中一个故事 那另外一故事其实最主要是在讲 他说为什么会创作这一系列泳池的题材 其实David Hockney目前最知名的题材 就是他在1960年代到1970年代这期间 他创作非常多幅 以这种泳池系列 水花系列为背景为主题的作品 而且都卖得非常非常贵 David Hockney最主要贵的都是这些 这类型的作品 而且很多也都已经收藏进去 不管是私人美术馆或是国立大机构 都有收藏这类型的泳池作品 那为什么他要创作这一个泳池系列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刚有说嘛 他是出生在英国的 后来他来到洛杉矶之后 他就发现说 其实洛杉矶的游泳池是很正常 就是在家里有游泳池是很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在他们英国要有这种游泳池设备 游泳池设施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 所以他就热爱待在了洛杉矶 一段时候他也算是定居在了洛杉矶 最主要就是他可以画这些泳池 然后他可以在这些泳池上面 比方说有一些派对或是请一些model来 然后他们在游泳池游泳游泳游泳池玩 他可以记录下来这些游泳池的 不管是他喜欢的男性体态 或者是游泳池的一些所见所闻 或者是游泳池包括洛杉矶的阳光明媚 风光明媚 然后到了游泳池碧绿蓝天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这些都是David Hockney 当时在那个年代非常乐于 非常的算是多产在泳池系列的主音 Hockney其实也尝试过不同的媒材 去绘画这种游泳池池水的这种感觉 他包括用亚克里彩画或是水彩画 或是蜡笔或是石板画 甚至到后面都有用什么染色纸浆的压纸技术 去创作这类型的题材 因为他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创作 这类型的泳池系列 所以这一幅作品 《艺术家肖像泳池于两个人像》的这一件作品 他是创作于1972年的 所以算是说他这个泳池系列 已经算是极大成跟巅峰了 因为前面已经尝试过非常多了 所以他在绘画这些泳池题材的时候 已经算是比较偏向德星应手了 所以算是他堪称整个泳池系列的巅峰师作 所以在2017年泰德美术馆的大型回顾展 David Hockney的大型回顾展的时候 他们的涂路封面 就是用这一件作品作为涂路封面 当然这一件作品他不只是在泰德美术馆 2017年的时候展出 他其实在2017年就已经在 巴黎的庞碧度文化艺术中心 跟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 美术馆都已经做过展出巡回展了 所以真的是有非常多的大型机构做背书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大家应该会比较想听的就是一些算是市场趣闻嘛 那反正就是呢在2017年泰德美术馆展完之后 就是这个巡回大展展完之后 然后隔了一年 2018年马上就在纽约加士德上拍了 然后拍出了27.3亿的天价 那其实这就是很长这种这类型顶级的当代艺术品 再次艺术家的算是市场操作啦 通常你就会很常看到说 他办了一个什么巡回大展 办了一个什么很厉害的这个 各个算是国际型的大型艺术机构 美术机构在各个点都已经过水展完之后 他就会出现在拍卖公司 然后拍出一个非常惊人的金额 这个其实就是当代艺术玩的这个手法啦 当然这就是市场操作的部分 其实不是说这个艺术家好或坏 就是当代艺术其实这就是一个操作的成分 那当然也有人会说 这就是操作 这就是怎样怎样怎样 但我觉得市场就是市场啊 你必须给市场一个尊重 那他最后成交金额付出去的钱 真的就是这样了 那陈泰明买这一张作品就是花了 那时候2018年就是花了这个 27.3亿嘛 那他看重的也是说 这件作品其实在之前 已经做了那么多巡回大展之后 已经算是David Hockney 他真的最精华最厉害的一件作品 然后又在这个算是回顾展跟巡回展 又是一个屠戮封面嘛 那他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 所以我觉得陈泰明的眼光 也真的是超级超级厉害的啦 那其实这件作品 其实光David Hockney这一位艺术家 他的这个话题性真的就已经非常高了嘛 然后再加上现在已经爆出来 他的这个收藏家 就是国际基金会的董事长 陈泰明 那陈泰明他本身也是因为非常 算是知名 跟在新闻媒体上也非常常出现的 一位企业家嘛 那刚好也是在2018年 他们国际的股价来到了这个有史新高啊 那到现在其实你拉回测的话 跟我们现在国际的股价 跟当时2018年的股价 的确还是差了一大段距离啊 那刚好当时 其实很多人也都在猜嘛 会不会是当时那个陈泰明 那个2018年真的赚了非常多钱之后呢 把这些钱拿到了这个艺术市场做消费啊 其实大家想到2018年那时候的前期事件 都还是文风上胆啊 不过这就是一些市场趣闻啊 那用艺术市场的观点来看 陈泰明真的就是一位啊 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艺术的这个 这个买卖者跟收藏家啦 那很多人都以为陈泰明他真的就是这个 只出不进啊 但是我觉得陈泰明他在整个艺术市场上 最知名的就是 他就是我觉得算是台湾啊 跟亚洲的这种市场教父啊 他是出了名的会买卖 跟出了名的在这个市场赚了很多钱 他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就是他很会在这个艺术市场赚钱 这就是跟就是一般传统的艺术收藏者 跟艺术收藏家是完全不同样的这个 形式跟风格啦 但是我觉得各有好坏各有好坏 没有说谁高谁低谁好谁坏啦 那陈泰明他虽然有在买卖 但是他所买的这些作品 跟卖的这些作品 我觉得都是选得非常好的 他的眼光也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那也是因为他的这些眼光很厉害 然后买卖做得非常好 才会让他在这个市场上成为这个市场教父 成为让他赚钱的原因嘛 那我觉得这也是陈泰明他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他是少数啦在整个商场跟企业界非常成功的一位企业人士 然后又来到了艺术市场上面把他这个商场的这个经验带进来 然后又应运跟运作的非常成功的一位收藏家加上企业家 真的是超级厉害的 那目前这一件作品已经知道是陈泰明所购买的嘛 那他们也说再来这一件作品呢 会在伦敦的泰德美术馆做展出 应该也是David Hockney的算是大型回顾展吧 那通常这样子大家 我刚刚前面也已经讲到了嘛 他又开始出来做展览之后 然后也知道收藏家是谁了之后 他会不会再限于市场呢 会不会也是在展览完之后回顾展展完之后 再出现在这个拍卖市场上面呢 我觉得那个几率是非常非常大啦 大家拭目以待吧 好啦那这一集就先聊到这里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欢迎在这个Apple Podcast底下 给我五星留言加上评价 或是你问什么问题也都非常OK的 那当然你也可以来我的这个 义士的Facebook专页里面留言 或是在这个Terrygan频道里面 加入我的Terrygan频道 或者是我的这个Terrygan里面的聊天群里面 也都可以来聊聊天 好那这集先聊到这集先上 拜